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是民進黨版的監督條例要復為審查 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要站出來 是因為民進黨的版本沒有完全落實 沒有真正落實民間版的五大立法原則 我們必須站出來因為318的責任未了 我們必須站出來 因為我們對於民進黨接下來的經貿發展方向感到憂心 新任即將上台的林權格魁 他說就任後要去推不貿貨貿 即將就任金建衛主委的陳天之 過去是EXPA的大將 這樣的趨勢讓我們感到憂心 身為318的參與者 我們有責任提出質疑 民進黨提出一個對行政權較為彈性較寬鬆的監督條例 是不是要為福貿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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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多元並進自主發聲本來就是這幾十年來台灣公民運動的傳統 我們必須在這裡 因為在新自由主義區域經濟整合 與中國政經發展政經公事的趨勢下 更需要有公民團體 站在跨國集團的對立面 站在兩岸權貴資本的對立面 站在大財團的對立面發聲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 我們今天要求掀起承諾 三方對話 公開辯論 我們提出六點主張 要拜託時代力量的朋友 拜託民進黨的朋友 能夠在七天內給我們一個回覆 是否同意這六大主張 這是限期承諾 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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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重視公民團體的聲音 雖然我們有了新的執政黨 跟新的反對黨 但是還是希望民進黨跟時代力量 能夠重視公民團體的聲音 能夠在接下來 整個法案的審查過程 不管是委員會審查階段 朝野協商階段 或者院會審查階段 能夠保持跟經濟民主聯合等公民團體 持續的實質有效的對話 真正來立一步 能夠達到監督目的完善的監督條例 各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喊一下 這三個口號 限期承諾 限期承諾 公開對話 公開對話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限期承諾 限期承諾 三方對話 公開辯論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邀請 時代力量的朋友 來就我們剛剛所提出的 六大主張,三方對話,公開辯論,這些訴求提出回應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好 中強、非凡、友聯 還有過去非常多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相信喔 今天此時此刻 大家站在這邊,感嘆非常非常的深喔 兩年多前,我跟這一群夥伴們站在一起 泰文化運動,我們提出了先立法後審查的訴求 我們也要求拒絕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 不監督條例,要求民間版的監督條例 今天,國昌雖然換了位置 但是,繼續跟過去這一群夥伴們 分享著相同的理想 堅持著相同的原則 今明年,打國前進,還有許許多多的公民團體 今天所提出來的六大主張 我在這邊,代表時代力量 我們不僅接受,而且完全贊同 時代力量,目前所提出來的黨版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監督條例 第一個,在我們的條例當中 絕對沒有張慶忠條款 絕對沒有被查 一定時間審查不通過 就視為通過 這樣子的條款存在 第二個,在我們的版本當中 堅持衝擊評估影響報告的重要性 我們希望,當政府的衝擊評估影響報告 提出來了以後 民間團體,不僅要有機會 提出他們的對案 甚至,當民間團體所提出來的對案 在跟政府的版本有重大不同的時候 政府就有義務 必須要藉由聽證的程序 來處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第三個,針對在市中參與 民間監督委員會的制度設計 也在我們的條文當中 第四個,在時代力量的版本當中 完全沒有一國兩區的字眼 我們根本不可能接受 用區的概念 來描述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時代力量,從創訪開始到現在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第五點,針對有關於政治性的協議 我們要求必須要強制的進行公民投票 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 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授權 我們的政府沒有權力去跟對案 進行任何政治性議題的談判 最後,針對回溯的條款 我想,不管是 目前大家正在關心的 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甚至是我們過去也共同關心的福茂 福茂跟禍茂 在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當中 我們也針對過去的協議 要溯及的審查 既定了我們的機制 針對民間團體 過去的夥伴們 所提出來的這六大主張 時代力量全部贊成 而且早就簽入了在我們黨版的監督條例當中 儘管如此 我們還是非常期待 也願意接受三方對話的要求 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審查 未來時代力量 黨團全體成員 一定會堅守內政委員會 針對每一個條文 每一個條文的制度設計 清楚的跟台灣社會報告 我們條文設計的理由 同時 我們也不會把對話跟溝通 限制在國會的這個圍牆當中 跟民間團體 進一步相互的對話 交換意見 三方對談 時代力量 絕對接受 至於說最後一個公開辯論的要求 我們的訴求一致還有必要辯論嗎 這個可以再討論 公開辯論的要求 時代力量只要有需要 有隨時願意站出來 跟公民團體們 進一步的交換意見 謝謝大家 原本表定是要來拜訪我們黨團 那國昌跟我決定 我們就直接走過來 來做這些回應 那很清楚沒有所謂限期回應的問題 當下就答應 那第二個我們在未來在立法院審查過程裡面 三方對話也是我們會去努力促成的目標 他雖然不在立法院程序裡面 可是很清楚 這個兩岸監督條例這個事情事關重大 必須把公民的聲音納進來 那這個時代力量有它的版本 我們會公開讓社會檢視 讓大家來做這個討論 那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會扮演我們應該有的角色 不會換了位置就換腦袋 我想這個立場會堅持下去 謝謝時代力量的朋友 所以很乾脆 七天限期承諾馬上答應 那我再重複一點 那我們針對民進黨版本的六大缺失 提出了六大主張 那要求時代力量與民進黨黨團 在七日內 第一個限期承諾是否同意 第二個不同意的部分 請說明理由 並且公開辯論 第三點希望進行三方對話 興行時代力量 民進黨跟今明年的三方對話 在未來整個監督條例的立法 跟審查過程中 那我們接下來邀請 民進黨的委員李俊毅 來為我們做說明 謝謝各位 謝謝賴律師跟林北斑 我想民進黨團的立場非常清楚 所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制定 最主要是要建立國會監督的機制 這個跟金明聯跟時代力量 跟各個民間團體的意見都是一樣的 所以從過去完全沒有監督 現在建立監督機制 而且在我們的版本裡面 有談判前、談判中、談判後 這個都非常嚴格的一個監督機制 至於金明聯所提出的六大訴求 我想有的是對內容不夠了解 那有的是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想民主社會非常清楚 那現在的程序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現在的程序是民進黨的黨版 要在今天運會通過以後 才會交付委員會審查 才會交付委員會審查 那目前在立法院的版本 總共有七個版本 總共有七個版本 那總共有七個版本 我想如果要對談的話 我們一定都多方來對談 多方來對談 那民進黨也在這裡做承諾 這也是我們向來的習慣 我們要審查任何一個法案 我們一定會辦公聽會 我們一定會辦公聽會 那公聽會的時候我們會邀請各方 來這個部分 來做充分的討論 所以民進黨在重申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就是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目的在建立國會監督的機制 我想民進黨的草案裡面做到這一點 這是過去沒有的 而且我們也反對現在的行政院版本 這個已經對外說明非常多次了 那第二個 因為它的版本很多 所以未來要討論這個方案 那未來要做更多的了解跟說明 我們一定會針對這個部分 辦公聽會在法案的審查之前 那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們民進黨對這個法案 目前來談 謝謝 李軍運委員請先留步 那個 我們剛剛才談過 過去這幾天很多的民進黨委員用 誤會跟誤解 來去理解民間團體對於民進黨版的這個質疑 我們提出來六大主張 那今天你要比較直接一點 因為李軍運委員是代表黨團出來 那黨團對於這六大主張 目前的態度是什麼 這六大主張 我們現在不要用誤解跟誤會去談 好像都是公民團體對於法條不了解 邱文聰老師在這裡 他草領了民間版的草案 他清楚的知道 在這個法案裡面 民進黨版的法案裡面 也有所不足的地方 賴律師 從2008年開始 一直持續到現在 在做兩岸各式各樣的協議監督 他也知道 民進黨版的草案 哪裡有問題 這六項主張 我們一項一項的主條 很清楚的 每一個法條裡面 有缺失的地方 我們都把它強列出來 所以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如果 民進黨 黨團 還是用同樣的 誤會 跟誤解 來理解公民團體今天的質疑 我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所以我在這邊 還要再一次的請教李軍運委員 對於這六大主張 目前民進黨的態度 是怎樣 我想我剛剛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了 這個在程序上 現在民進黨的黨版根本 還沒有交付審查 那如何來討論 如何來多方對談 那有關內容到底怎麼樣 其實我們從 我的個人從第八屆到第九屆 所有的版本 我都非常仔細的看 我們各有各的主張 各有各的意見 那每一個版本 各有各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也說明的很清楚了 未來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有非常多的版本 我們會各方的意見都融入 那各方我們都邀請來做公聽會 充分發表各方的意見 那所以你現在要告訴我說 你們今明年提的 我們要怎麼回應 其實我們要回應的 不只今明年提的問題 有各方的意見 所以我們認為 應該依照立法院審查的程序來 依照立法院的審查程序來 就是這個版本正式交付以後 然後我們開公聽會 對這個版本的審查 充分聽取各方的意見 這是民進黨的態度 李偉兒不好意思 我想我們不是在做集席考試 當然了 但是我們必須提醒一個問題 請民進黨的朋友思考 這幾天肯亞案 引起大家高度關切的司法互助協議 國會有沒有責任 重新檢視 重新檢討 根據什麼樣的規定 來重新檢視 重新檢討 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是不是沒有回溯過度條款 讓這樣的重新檢視 重新檢討 變成沒有空間 這是民進黨要堅持的立場嗎 還是民進黨願意 從善如流 接受民間的意見 有回溯過度條款 還是至少 你們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能不能跟我們公開辯論 那集席考試不公平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 七天內 給我們一個正式答覆 這六點主張 哪些同意 哪些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是什麼 還是說 民進黨要告訴我們 司法互助協議重新檢討 免了 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沒有這條路 這是你今天要給我們的答案嗎 我想不是 我想 我還是要再補充一下 也據委員剛剛所說的 很希望 三方能夠對話 在未來的委員會審查之後 要召開公聽會 我們當然很高興看到民進黨 有這樣的態度說 願意跟公民團體對話 但我要在這邊強調一件事情 公聽會是什麼意思 公聽會的意思是 在國會的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大家各方的意見 在公聽會裡面做一個收集 用通過公聽會的方式 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但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已經三番兩制的告訴民進黨 黨團 包括民進黨很多的委員 我們態度跟立場是什麼 其實不用到公聽會裡面 我們就民進黨很多朋友 都已經知道我們態度跟立場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期待的是看到民進黨 把自己的態度說清楚 民進黨把自己的態度說清楚 把自己的態度說清楚 什麼意思 這六大主張 我們所提的這六大缺失 這六大缺失是存在的 不要再用誤會誤解一語帶過 不要再用誤會誤解一語帶過 這是我們對於民進黨的基本的要求 如果今天民進黨的黨團 我相信李俊委員過氣很長時間 其實跟很多的公民團體 很多的運動其實是站在一起的 我相信你今天站出來 我們也不是故意要去刁難你 但坦白講 今天你這樣的回應 我們並不滿意 我們並不滿意 那我想問一下後面所有朋友 對於民進黨今天這樣的回應 你們滿意嗎 不滿意 你們滿意嗎 不滿意 我想請李俊委員 這六大主張 六大訴求 如果民進黨願意的話 在七天之內 逐條的告訴我們 同意還是不同意 不同意的地方 理由是什麼 答應我們 如果不同意的地方 我們就這些主張 我們公開辯論 這個公開辯論 並不是 並不是 只是在公聽會裡面 讓民進黨的委員們 收集完意見 然後平衡一下 然後就做出決議 我們要的是民進黨很清楚的 在他未來的兩岸政策上面表達立場 我們要的是 民進黨在未來的經貿政策上面 兩岸經貿政策上面 區域經濟整合的政策上面 清楚的表達立場 我想這是我們對於民進黨黨團的一些要求 那如果你是以為還有要補充的 可以歡迎補充 我補充一個部分 我補充一個部分 今天不是集席考試 那今天也不是集席來表達你們意見而已 我說得很清楚 我說得很清楚 這個根本還沒有交付審查 那所以應該按照立法院的程序來 交付審查以後 各方的意見 我們通通聽取 再按照立法院審查的程序來 這個我說得很清楚 那至於賴律師剛才提到說 要不要重新檢視過去簽訂的協議 這個小英主席過去就表達非常清楚 對過去簽訂的協議 我們做重新的檢視 這並沒有說不檢視 所以這個我說得很清楚 這不只也是三方 甚至有四方 五方 六方 七方 現在在立法院版本就有七個版本 所以民進黨的態度非常清楚 我今天代表黨團愛 我也沒有被授權說 你可以答應什麼 你可以在這裡說明什麼 雖然我這一條文也相當熟悉 那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們希望的就是大家充分的對話 我們希望今天在交付審查之後 依照立法院的程序 那我們也願意坐下來 好好的跟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私下的也好 公聽會也好 我們都做了這樣的承諾 所以這個部分 民進黨再一次表達立場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也是建立彼此國會監督的極致 這個立場大家都一樣 最重要的是 對裡面有所差距 認知有所不一樣的時候 那我想未來透過各種方式 我們都願意坐下來談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立場 我們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了 謝謝 謝謝 這六點是不是同意 包括公開電論 包括三方對話 好 我們是不是 我想 最後一點喔 我要再強調一下 對於今天 李軍委員今天這樣的答覆 我知道李軍委員 可能沒有被授權 能夠承諾什麼 但是 還是要再強調 還是要再強調 今天民進黨的回應 我們非常非常不滿意 我們非常非常不滿意 這六大主張 不能夠只用這樣的方式 就回避掉 所以 民進黨的黨團 如果在未來七天之內 不給我們答覆 我們會進一步回來 再跟民進黨團要答案 這是很明確的 今天 很多的朋友 禮拜五上班 沒有時間過來 很多的朋友 都一樣 持續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在關心這個議題 我相信民進黨 非常非常清楚 我相信民進黨 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 未來 這七天之內 如果 民進黨還是一樣 不給回應 我們絕對 會再回來 找你們要答案 所以這一點 很完整的 也很直接的 向民進黨的黨團 表達這個意見 那我們謝謝李軍委員 我們再一次大家一起喊個口號 對於今天這個會議 我們大家滿意嗎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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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其承諾 欠其承諾 三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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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欠其承諾 欠其承諾 三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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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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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就如同剛剛非凡說的 如果 國會的最大黨 民進黨 不願給我們一個承諾 當 我們要不要叫回來 當四月底 內政委員會 要開始審查 監督條例的時候 如果 民進黨還是這樣的態度 我們會號召更多人 重新回到立法院 我們再來一次口號 先提承諾 先提承諾 三方對話 三方對話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好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第二階段的記者會 我想我們第二階段記者會先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接下來 我們有非常多 三一八運動時期 參與在運動過程當中的年輕人 在這邊我相信大家 有很多的話 想要對於民進黨 想要對於民進黨來講 過去 過去 這兩年來 很多的朋友都一樣 持續在關注 兩岸協議進度條例 以及 民進黨對於未來 兩岸關係的態度 還有它驚爆政策的態度 我們有很多的幹部接下來 有很多幹部接下來 會對民進黨 講一句話 那我們接下來請友雷來主持 謝謝 非凡 謝謝 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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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想